中共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分工已经逐渐明朗 日前有香港媒体披露 四名副总理中主管金融的并不是之前外界盛传的张高丽或者汪洋 而是排名最后的马凯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金融危机征兆凸显的同时 马凯的出任能否排除既在中国金融体系身上的定时炸弹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中共两会后随着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揭晓 个人的分工也一直为外界所关注 各种版本的传言和解读不断 上周一四名新任副总理之一的马凯到郑州调研铁路工作 乘坐高铁检测车检查路段运行情况 并考察了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情况 因此各方猜测马凯将接替前副总理张德江所分管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 可是香港星岛日报则根据另一名新任副总理汪洋 近期在莫斯科出席中俄旅游年活动 并主持召开助俄中资企业代表座谈会 推断汪洋已经接管了王岐山的全部工作 主管金融 商贸和旅游 然而汪洋在上周还出席了全国春季农业生产会议 以及森林草原防火和造林绿化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 又似乎显示他只是确定主管农业 旅游和商贸 而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则在周二会见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访华团 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张高丽才是主管金融 不过香港星岛环球网引述最新消息透露 真正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排名最后的马凯 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表示 马凯主管金融无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凯作为温家宝的亲信 能够掌管金融是党内的开明派得到了重用 不过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定时炸弹 一般人并不愿意随便接手 因为你今天接手这个创手商业 明天这个金融危机爆发 那你就可能成为替罪羊 马凯现在不然分管金融 对他来讲并不一定是个好消息 并不一定是唯以重论 66岁的马凯是中国宏观经济专家 历任国家发改委主任 国务院秘书长等要职 对于金融工作并不陌生 有媒体曾把他和财政部部长金仁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以及原商务部长吕福元 并列为温家宝内阁的四大财经官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众大军表示 中国经济的现状就好像是全身 都出现了问题的病人 指望某个人来一次性根治 已经不可能 新岛环球网的报道中还说 在国务院四名副总理中 马凯处主管金融外 还监管交通运输等部位 张高丽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部位 汪洋分管农业和对外经贸 刘延东则主管卫生和文教 如在这个旧的体制之上 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 不管换什么人 都无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改进 除非它会真正涉及到 中共政权的根本 如果能真正解体中共 消除中共的特权 取消中共专制 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对中国人民的盘剥 这个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另外报道还宣称 五名国务委员中 杨金是国务院大管家 常万全兼国防部长 郭声琨兼公安部长 杨洁篪主管外交 唯一一个还不明确的职务是 原国资委主任王勇 王勇有可能分管国有资产 安全生产等工作 怎么记得 我们 完成 我们 咱们 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